台师大于日志时期 前身是台北高校 承袭高校校风 崇尚自由自治 校内外艺文活动为维风尚 发表于祥风 台高 翠荣等校园刊物 当时任教图画科的教师 颜岳陶辅 是首位将油画技术与素材引进的画家 非常鼓励学生们参展 展现自由思考的创作力 那我们这次其实 就是在展览中大量的运用了 许多的这些 所谓的档案资料 那在台高时期 因为有一位非常重要的 这个艺术教师 同时其实也是 台湾的美术发展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启蒙者 叫颜岳陶辅老师 那除了他自己的这个教学之外 他在开始做台展的时候 他除了自己参展 那另外很重要的事情是说 他也鼓励台北高校的学生参展 所以我们可以在 就是这个展场一楼的 一个角落发现 就是许多我们现在所谓理科的学生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其实并不是要读文史课的学生 而是理科的学生 他们大量的参展 而且参展还有很多的作品 获得了这个入选的殊荣 台师大在进入中华民国时期后 称为台湾省立师范学院 会集众多的台湾本土 与大陆牵台的优秀艺术家 展场中的合作画也让人看见 当时文人雅士互相切磋的雅性 二楼部分我们看到很多很优美的水墨画 那在二楼的角落你可以看到 就是有两幅 我们把它叫做合作画 那这个合作画事实上 是在省立台湾师范学院的时候 就是好多位老师 等于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共同创作的画作 那当然这共同创作画作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以异会有 但是事实上也为当时的学生 就是事实上创作 不只是自己个人的事情 还有很多 其实你也要关注到环境 关注到跟其他 跟社会跟生活的一些关系 展览二楼还设置了互动区 让大小朋友可以自由创作 跟着光影投射 用毛笔挥洒出各种图案 除了参观展览之外 也增加与民众的互动 继续联席会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